你放心吧 你头上这一下不会白挨的 我就是要让牛三斤知道 他是有把柄在我们手里的 他就该考虑考虑 是继续维护他的雇主 还是把他的雇主供主 保全他自己 另外 我已经去见过李兆祥了 我看得出来 他对牛三斤被抓这件事情的反应 比他表现出来的要大得多 你说这个雇主会不会是李兆祥 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贾明明背后还有其他的丑人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贾明明第一次见到你和老皮的时候 问你 是姓黄的派你们来的 还是姓齐的派你们来的 那我就在想这个姓黄的和姓齐的 到底是什么人 也许李兆祥背后还有其他人 而这个人不是这个姓黄的 就这个姓齐的 可惜我不知道雇主让我跟老皮 找到什么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还在 那案子就好查啊 最近有红桃六的消息吗 暂时没有 你把老皮给我盯紧了 我觉得在红桃六这件事情上 老皮是有所隐瞒的 红桃六替你们俩擦屁股 不是最终目的 他最终的目的 迟早会向你们摊牌的 而老皮呢 会比你先知道这个秘密 行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警察就这样把你给放了 是吧 那跟你要钱的人说 贾明明是他们杀的 他们是这么说的 扯淡 早干吗去了 偏偏贾明明的尸体 被警方发现了 他们跑出来找事啊 这种借机敲诈的人 你见得还少啊 你也信 我是不信 可那小子看着挺愣的 软硬不吃 还拿出一个优盘跟我说 咱们要的东西在他手里 对付这种人你是专家 先搞清楚 到底是借机敲诈 还是确有其事 如果确有其事 就要搞清楚东西 是否真的在他们手里 明白 对了 李总 还有一件事得跟您说一下 就夸夸说 别藏着掩着 那个抓我的警察刘洪涛 是李浩哲女朋友的哥哥 有这种事啊 所以我觉得我被抓这事 没那么简单 一个跟我要钱 一个抓我进局子 这事肯定事先传统好的 先别管他们 是不是传统好的 现在关键的 是要搞清楚 假明明的事 明白 你去吧 不是 你来 Democrats 快点 你去哪里 你来的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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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到这儿了 慧如 你怎么又来了 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 你别着急嘛 你是不知道为了你的事 我现在是焦头烂额呀 什么叫我的事 那件事你拖得了干系吗 你别着急嘛 实在不行 就公开算了 咱们俩都别烦 别别别别 别破罐的破摔嘛 其实这些年 你也不容易 我是希望你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这当初的事也怪我 可是现在情况有点复杂 贾明明现在死了 而且很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警方正在调查贾明明 这也是我不可能明目张胆地 打听那件事 打听那件东西的下落嘛 万一被警察盯上了 你的事就包不住了 还能等多久 我现在都近一百二的力了 你那边什么情况 你让我跟踪李兆祥的事 有发现了 你要听吗 跟齐慧如有关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我们先去晦晦李兆祥 我们先去晦晦李兆祥 坐 怎么样 牛哥 你们老板怎么说呀 阿皮 李浩哲跟我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贾明明真的是你们去要照片的时候 被李浩哲弄死的吗 牛哥 我也不愿意这件事是真的 但是你也看见了 李浩哲这小孩太愣了 知道吧 我帮你按了半天 我没按住 真的 你看着办 行 那你跟我说说 李浩哲是怎么把贾明明都死的 牛哥 我说的话你不信 那非得等刘洪桃出来抓你你才信吗 事关中大的总得弄清楚吧 那这个事真假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你也是帮别人干活而已呀 顾兄杀人的钱不是你出的 你怕什么呀 你还不如把这事跟你老板说清楚 如果他愿意出钱的话 对你也有好处 牛哥 你得抓紧点 别再犹豫 李浩哲这小孩太愣了 人你也看见了 赶紧向你老板要钱 那邮盘什么时候能给我 邮盘在李浩哲的手里 你给他钱他不就给你了吗 好 我去试试 原来 轻点 那就算是花盆砸的 也应该知道是谁家的花盆啊 就是啊 这事怎么能随随便便过去呢 谁家的花盆谁就得负这个责任 这砸的又不是别的地儿 这是脑袋呀 要是今后留下个后遗症什么的 那该怎么办呢 不会 奶奶 我跟你说 浩哲 这事必须得查清楚 哥 用你们那个专业术语来说 是不是叫职任现场 对 对 对 职任现场 奶奶 我们现在就去 对 走 现在就职任现场 快快快 快 不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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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实话 我这个脑袋不是花盆砸的 浩哲 不是被花盆砸的 那是怎么弄的 你别再吓着奶奶还有小可了啊 你今天必须说实话啊 我告诉你 必须说实话 我说实话 实话 我是啊 在大街上看见一个男的抢女人包 我就上去追那个男的 把他追到了墙角 没想到他狗急跳墙 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一个木棍 直接砸我脑边上了 当时 当时就被砸懵了 就真懵了 后来那个坏人就跑了 被抢包的那个女人也找不见了 你说 我现在到哪儿找谁去 谁都找不到了 你当时都应该报警了 咋懵了 咋报警了 既然我哥都已经来了 你要不跟他去做个口供 然后画个嫌疑人画像 我看能不能把那坏人抓住 对对对 是可以画一个嫌疑人的画像 行行 那今天是不是太晚了 明天吧 奶奶 这您就不懂了 这种事啊不能够耽误 一耽误时间长了 昊哲就忘了那人长什么样子了 他现在还能记着呢 走吧 走吧 对对 我现在就去公安局 小可啊 你在家照顾奶奶啊 好 路上小心啊 还是有个当警察的亲家歌喉 来 把这个帽子戴上吧 你头上的伤不能吹风 这 这么难看的帽子 我戴上能好看吗 反正这是我从商场里 专门给你买的 你爱戴不戴 好吧 谢了啊 对了 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 我以为你来替我解围 没想到你把皮球踢给了我 有这么对待线人的吗 啊 我觉得你那么聪明 应该应付得了 行 那你说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觉得咱们对老皮 还不能放松 红桃六既然可以给他发短信 他也就能给你发短信 我搞了一张无证卡 咱们呀假扮红桃六 给你的手机发一条短信 你拿着信息去给老皮看 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你怎么说 我把信息传发给你 你是觉得这个东西 还在老皮手上 不管再不在老皮手上 红桃六既然委托老皮 去帮他找一样东西 老皮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咱们催一催他 他一定会有所动作 行 那我试试看 喂 老皮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一下 都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事啊 刚才红桃六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那他说什么了 咱们俩能不能见面说 好 那就在工作室见面 好 工作室见 挂了 他不给我优盘 我怎么给他钱 什么 杀人的钱 他小子是不是疯了 他小子是不是疯了 好 那你等候消息吧 李总 我都听见了 这小子这么理直气壮的 我还真有点害怕 杀人的事如果是真的 咱跟警察那边 可真说不清楚 其实就那么点事 怎么弄成这样 刘洪涛这个警察 我看不好受 他想要多少钱 六十万 老牛啊 老牛啊 这么多年你办事我是非常放心的 我从来没查过你的账 你值得为什么 因为您信任我 我不光是信任你 因为我知道 你贪不到哪儿去 李总 李总 是 这小子开口要六十万 确实有点狠 我觉得这事也就五六万就能搞定 多少钱能搞定那是你的本事 但是我不想亏了你 这样一会儿你去财务写个借条 就说你要买房 之后呢 让财务给你取六十万 我在想办法把账消掉 李总 成长 心不够我 不是 让他们拿了钱赶紧修饰 明白 牛哥 我们来了 来来 号车进来进来进来 牛哥 选这地儿呢 请原谅 这为什么选这地儿呢 那这地儿安全呢 那大家伙都不能录音 这多踏实 对吧 咱们今儿个把这事好好说一下 有事好好商议吗 你说呢 牛哥 要有三万块 把钱拿了 这事儿就算了了 这事儿就算了了 优盘给不给我都无所谓 只要今后不要再跟我找事儿就行 不是说好五十万吗 怎么变成三万了 你优盘都不给我 我给你三万块 已经够意思了 把钱拿了 见好就收吧 不行 五十万一分不能少 好小子 心够沉哪 就三万 爱拿不拿 都别生气 牛哥别生气 这样吧 牛哥 有事好商量 来 牛哥 咱俩换个地方说 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这小子杀人了 她真的啥事都能做出来 要不这样呢 这三万块钱呢 我先替这小子收着 他说那钱呢 你也答应着 回头呢 你向你老板多要点 然后呢 你从中呢 会能卡点油吗 你是怕你自己分得少吧 牛哥 这杀人的钱我可不敢分 我骗你干吗呀 这可是命案哪 老皮 你跟我说实话 你们俩 真的没合起伙来骗我钱 假明明真的是你们 要照片的时候啥办 牛哥 我真没骗你 这么大的事我还敢撒谎吗 真没有 行 是的 那我再到老板那儿试试 红桃六 问咱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些照片 他是讲明明把文件给加密的 我也没看到照片的内容 红桃六 会不会是牛三斤 或者是牛三斤上面的人 谁知道呢 那如果是他的话 他是不是要 优胖你的照片呢 但也不可能让红桃六 要照片呀 优胖已经不是被你毁了吗 是啊 所以现在我非常头疼 你真的毁了 我骗你干吗 那我们怎么办啊 怎么办 让我想想 要不然 就跟红桃六把事情说明了吧 就说又怕已经被你毁了 你平时跟红桃六怎么联系的 我联系不上他 他都是用的手机临时卡 给咱发短信 用一次就换 所以说啊 咱只能等着他的联系咱们 那牛三斤那边情况怎么样 牛三斤那边 那天你那么一闹啊 我估计他应该有所估计的 你告诉他 他要是不给钱 我还会跟他闹下去的 行吧 天不早了 你说我这 我得回去了 乐乐一直跟家呀 我也不放心 行 那你尽快联系牛三斤啊 我先走了 我可能走到你地区 小 squish 我估计我 都是不来的 你耳心 我们应该来的 就是那个 你提出了 要是不来的 我老公 我感觉 你带她 你带她 慧荣 我感觉我快扛不住了 那件事 与其被刘洪涛调查出来 还不如说出真相呢 你疯了 无论如何那件事 不能让刘洪涛知道 一旦刘洪涛知道了那件事 他就会知道 是我们故人找 贾明明要东西的洞蛙 那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贾明明现在死了 他还会怀疑是我们 故凶杀人的 要是这样 那就更应该找刘洪涛了 你先别冲动 我的人就快把东西 要回来了 他在这儿四处溜达 一定有问题 说不定就是要和洪涛 交流交易 如果说要交易 东西一定在他身上 我要连人带脏一起抓 你下车看看 他刚才把什么东西扔了 好 等等 我可以 如果给我 你不已经给你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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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地方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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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ヒ贸螈明明 你去 我现在就找人想办法 你去在这儿等我 好吗 你哪儿都不要去 等我 你先坐着 等着我 李总 我看他现在已经快崩溃了 我只是暂时稳住他 他一旦脱离我的视线 很难保证他不去向刘红桃说明真相 到时候刘红桃一路查过来 你我都脱离不了 顾雄杀人的嫌疑 钱你到底给没给李浩哲啊 李总 银行转账需要一些时间 不行 没时间了 其实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把机会如梦脏 抓紧去吧 闺主 我都安排好了 咱们再等几个小时 然后你的东西就要回来了 你不会骗我吧 都那么久了都没有找回来 几个小时就能解决了 你听我跟你说 三个小时就三个小时 你的东西肯定要回来 要是找不回来呢 如果三个小时要不来 我就跟你一起去公安局 找刘红桃 好吗 好 就三个小时 这样吧 外边太冷了 咱们找个地方等消息 走 喂 是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张用过的纸巾 那好吧 你先回家吧 我继续跟着 我说 我认为你有的 我认为你 我的主要是 我认为你有还要 我认为你的 我认为你 糟糕 糟糕 快点 桂柔啊 来 喝杯酒 镇静一下 我不想喝 我想通了 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如果那件事情 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那么咱们就把那件事 向刘红堂坦白好吗 慧如啊 我真的是很抱歉 这件事情给你造成了 这么大的伤害 全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当年 太任性 太猎奇了 我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这全都怪我 慧如啊 原谅我好吗 原谅我好吗 真的是对不起 真的是对不起 其实现在想起来 这多大个事啊 坦白了又怎么样 谁没荒唐过啊 谁没荒唐过啊 都怪我 慧如啊 其实 这些年我还是爱着你的 别碰我 慧如 慧如 怎么了 你是不是喝多了 这样吧 咱们找一个地方 休息一下好吗 慧如 慧如 来 慧如 来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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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开门 你们俩赶紧过来 要快 怎么是这么着急把我救回来 这位是刘警官 这位是胡师傅 胡师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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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师傅 你半个小时之前 是不是在青年路拉了一个人 对 就是拉了一个人 你看看 你拉的是这个人吗 对对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上车之后干了什么 我想和他聊天 但是他什么都不说 就寄头玩手机 这个人是上了车直接就说 他要在正义路下车 还是上了车之后停了一会儿 才说他要在正义路下车的 他一开始说随便开 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 又说去正义路 他下车之后 你又拉了人吗 没走几步就有人拦车 我就拉了 上车的人长什么样的 穿着风衣 戴着帽子 戴着墨镜 根本看不到脸 我能看看你们车吗 那可以 随便看 好 大小姐 四五一五房间门口 有个男人在把风 你们过去把他撂倒 到房间里 把房间女人救出来 动作要快 但记住 不要弄出什么动静 我不想让人发现 这个女人在这儿出现过 明白 慧如 慧如 大小姐 我不送你 敢私 你赶紧 只要出场 我们增送你们 如果不是 一个人 你疫苗 我们家的 我有 FIN 啊 不是 别 不是让你看着呢 你们谁啊 你们想干什么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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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rio �� Billy 我 记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慧如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你在哪儿呢 我想找你聊聊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你听我跟你解释 昨天晚上我也是喝多了 要怪啊 就怪那件事情 把咱们扯磨得都太痛苦了 你不用解释了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了 慧如啊 你怎么骂我都行 但是千万不要和刘木刀说呀 你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东西要回来 好吗 你不用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慧如 好 慧如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的讯计栏标记由折扣是能力的 黄总 您要的东西找到了 什么东西找到了 应该就是 贾民运手里那个东西 怎么找到的 今天早晨一大早 公司收到一个包裹 我打开之后一看 里面有 一个U盘 一封大印出来的纸条 还有这个红桃六伏格盘 是 原来是这样啊 怎么一回事 这个东西 李兆祥比我更想要 可惜啊 我早一步把它拿到了 这可真是一步之遥 千里之外呀 混蛋 老八蛋 老八蛋 什么东西啊黄总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说些奇怪啊 您说这个红桃六 他为什么要帮咱们啊 我说过 红桃六就是个鬼 你我都不应该知道太多 说 李总有人打电话找您 说是公安局的 赶紧接进来 我是李浩哲 牛三金应该跟你说过我吧 你想干什么 我要你亲自打着钱来找我 喂 喂 喝点水吧 谢谢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要不要替你给他打个电话 不用 我就在这儿等他回来 老牛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把右盘给我要回来 要快 心急如焚的李兆祥 对于现在的局面 几尽失控 为了自己 他不得不 铤而走行 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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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过来 他不得了 他不得了 在家里 他不得了 在家里 和他见到 你 的 他不得了 我 十分愧疚的齐慧如 觉得自己骗刘洪涛太久 看到刘洪涛为了世间的公正奋不顾身 他决定把一切都对刘洪涛坦白 算是对自己的赎罪 黎兆祥亦是对命运感到无力 此时的他只能等待 这什么意思 牛哥 什么意思 老皮 我告诉你 你跟李浩哲杀贾明明那事 我根本就不信 牛哥 我真没骗你 跟我说实话 如果只是敲诈我 这事咱们就算翻篇了 但是 从今往后别再跟我提钱的事 没有 牛哥 我真没骗你 我怎么敢骗你呢 老皮 这可是你逼我的 我真不知道 牛哥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牛哥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牛哥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牛哥 别别别 牛哥 我上来 牛哥 是这么个意思啊 要我验照那天他迷人去呢 然后呢 他说他杀人了 那我就信了 真的 我真没骗你 你 给李浩哲打电话 让他现在就过来 好 好 快点 好 我 我 你千万不能过来 李浩哲 我是牛三斤 老皮现在在我手里 一个人到北郊江燕路烂尾楼 你到底什么意思 咱们的事也该有个了结了 你要是不来 老皮今天就别想从这儿走出去 我说那你这么老呢 多说不呢 你真的要是不来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帮你一起飞向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间拥抱 美好明天 迷失了方向的人 能否再回家 指引着迷途的光 一直在想念 悲伤的心 伤害了闪亮的心 不能抚平 如何能够让心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帮我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间拥抱 美好明天 请原谅 过去的错 我能了解你错的一切 让我重新生活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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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间拥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带着我